什麼事情差最多 然後我就想到差最多的事情其實是這個 當初在創辦AppWorks的時候 我取了這個名字叫AppWorks 然後所有人都在取笑我說 那個APP也沒什麼了不起 我就是傳傳訊息這樣 為什麼這個公司名字叫AppWorks 可是過了四五年到現在的時候 我已經不用跟大家解釋什麼是AppWorks 因為App真的Works 已經輔導的團隊數量已經到達170個了 那這170個呢 或許聽起來不知道它的大小 事實上如果你去看全世界在經營跟AppWorks 一樣的Accelerator的話 我們事實上已經是美國以外最大的 Accelerator的Network 那當你加入了這個Accelerator 你就馬上能夠跟這170個團隊 產生一個Network的關係 那可以幫助你在 當你要拓展事業 當你要找合作官的時候 更快的能夠找到 那除了不要台幣 那這個叫上次Network Day 我跟大家報告的時候 已經成長了25% 那獲了資金之後呢 這些團隊當然要去外面做生意 那做生意就會要 就要產生經濟的價值 那我們最近統計了一下 這170的團隊呢 在過去的12個月產生的總體EAR 已經到 不好意思 他們得到的Valegation 已經到達27.5億台幣 那這個叫我們上一次報告的時候 成長38% 那剛剛的EAR是下一張通影片 過去這12個月呢 這170個團隊所共同產生的EAR 已經到達15.1億台幣 那這個數字叫 上一次我跟大家報告的時候 已經成長了54% 那最後呢 是我最驕傲的一個數字 就是 這個創造經濟價值之外呢 我們一定要幫台灣這些 很多年輕人 缺乏舞台的年輕人 找到好的就業機會 那這170家的EAR的Startups 目前為止呢 幫全台灣的年輕人所產生的工作機會 已經到達873個 這個叫 在做影音類相關的Apps的開發跟發行 日前突破了500萬的下載量 已經到達520萬的下載量 另外也是我們第二屆畢業的校友 獎金獵人 在AppWorks畢業之後 他們又入選了 北美助理的Accelerator 這個500 Startups 那在美國做出了不錯的成績 最近在美國close一輪增資 到高達40萬美金的Android 專門幫消費者透過這個跑客 購買國際 國際上大家在台灣買不到的商品 他們的月當年夜已經來到1200萬台幣 使用這些資金來 讓我們 讓台灣的網路產業能夠更進一步的成長 那目前投資的新創團隊已經到達20家 很多團隊都有一些不錯的成績 比如說剛剛在後面的Galaxy Easy Table 預計是2017年要IPO 2017年IPO 對不對 都會來我們這邊演講 那幫助我們的新創團隊 當他們的公司有需要募資需求的時候 也會找在Words 投資它 那比如說我們都投資了我們的其中一個Mentor Jerry 他們所創辦的創業家兄弟 那這家公司目前預計 2016年第一季會IPO 那我們也投資了我們的另外一位Mentor Pub Game Ben正所創辦的Pub Game 那這家公司目前預計2016年有機會來 那第二次基金目前為止已經有找到 我們的第一次基金的投資人基本上都已經 願意支持我們第二次基金 那其中當然有一位投資人一直以來一直在支持我們 然後今天他也來到現場 也這個也來到現場表達他對我們的支持 所以這個雖然他本來沒有準備 但是我今天還是要把他拉上台來 就是我們群電電子的創辦人 跟董事長這個潘建成先生 我請他上來跟大家說 所以大家在一起可以互相認識 所以這平台可以找人 這平台可以找錢 這平台可以找idea 這平台可以互相合併 這平台可以一起把idea推出去 可以去找客戶等等 那從一開始說的 我不認為前面兩三年給他有成績 可是呢 5年8年10年之後 這個跟種子紮之後 跟長出來 可能是一根比較大的樹 長出來慢慢變變森林 那未來的10年之後呢 台灣再次快 這個表現會非常好 那慢慢的看到成績 其實去年電子跟你們沒有關係 第一 你們做的 反正我已經不懂了 第二 你們做的大部分我都不太會用 喔不是跟你喔 你們讓我用你就了不起了好不好 我們做high tech never use ipad OK 賺你們的錢就是了 謝謝你們 你們今天多用一點好不好 關於他們的一些數據喔 首先呢 大家等一下一定會注意到 是這些founders都有大有來頭 他們不是像我們的政府說 年輕人走投無路才創業的喔 他們都在 有50%的人都在大公司 也是一線的科技公司 有非常好的工作 離開他們的工作 選擇出來創業的喔 那我其實是比較認同這樣的模式喔 因為當然在產業累積了一定的經驗 跟資源在出來創業 其實才可以幫這個社會 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喔 那另外一點是 矽谷最近在吵喔 說這個 在矽谷的創業圈 這個男女不平等啊 都是 WITOMIN AIR 他們都只收男性的創業者喔 可是我非常驕傲的跟大家報告 這件事情在IVERS沒有發生喔 我們的24個團隊裡面呢 有高達12個團隊呢 有女性的共同創辦人喔 將近一半喔 大家為這些女性鼓舞著好不好 這個非常開心的跟大家報告 在第9屆這個 這個 這個 策略來到一個新的高點喔 在這一屆有 9個創業團隊 都是他們在 產品已經在市場上有一些成績 然後才決定要來加入 好那在24個團隊裡面呢 今天將會有 19個團隊上台DEMO 那大家可以看到19組非常驚人 令人驚艷的產品跟商業模式喔 那Schedule上 好 那我的廢話說完了 接下來 就是這樣 我過去有14年的工作經驗 我過去在兩國外商待過 也曾經在IC設計業龍頭聯發科 待過 過去的工作內容 是做過數位相機 數位攝影機 以及智慧手機 出一系列IC環體研發 我的專長是軟音整 所以來幫大家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來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倒車路視角 倒車路視角的定義 其實就是必須要看到 後方3公尺 乘6公尺這個區域範圍 那現在 所有一般的倒車鏡機 它只能夠提供一個 120度的視野 那這120度視野 其實有很大部分的區域 我是看不見的 多大部分的區域呢 這樣的一個區域 足以容納一個 100公分的小妹妹 也蹲在那個地方 我們來做個實驗 有的帽子生命危險 來幫我們做事 一個小妹妹 那今天也有來現場 其實她是我女兒 所以她為了大家 帽子生命危險 來這邊 所以待會也幫我們補償一下 謝謝她們 那首先我開啟了 我一般倒車攝影機 我數都看不見了 那這個時候 各位 如果我把油門踩下去 悲劇會發生的話 因為倒車是療傷 那這些事件當中 還包括你後面 你看不見 衰弱山陽的事件 而且這個數據當中 有一半是老人 以及小孩 還有更輕鬆的事情 造勢者 是自己的父親 都有一起的 那 所以呢 美國高聰貿安全局 她就公布了一個法令 那在2016年的時候 讓每一部新車 她昨天實施安裝倒車攝影機 她在2018年的時候 拿到全面性安裝100% 而且她拼了一個安全區範圍 就我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三公司和六公司 然而現在的一般倒車攝影機 那裝了這個攝影機呢 我女兒重現 看得到 對 為什麼 因為180度帶來的一件事情 就是後方完全沒有死角 不僅如此 我們還可以讓你在出巷口的時候 看到主流來的車 比如說這個黑色照車 到從巷口出來 那這邊有個卡車帶來過來 如果你是駕駛人的時候 你後面看出去 你是完全看不見的 那看不見的時候 怎麼辦呢 你一定很希望 有個善心人士 來來哥 你一定 你一定希望她幫你喊什麼 絕對不是喊加油 她一定希望你幫她喊 來來來 對不對 但是你不可能每一天 都這麼幸運 可以碰到來來哥 那這個情況之下 你要怎麼辦呢 緊裝我們倒車攝影機 求黑不如求急 求急不如求助倒車攝影機 180度的視野 更讓你看到卡車出現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都知道 倒車雷達 其實是碰到障礙物的時候 開始會逼給家屬一聽 那假設你後方 沒回歷 去年有1600萬輛的車子上市 其中有44%是標配倒車攝影機 有27%選備倒車攝影機 然而這些倒車攝影機 都不符合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法律規範 那一般的倒車攝影機的價格 是從1500到3500 我們的新世界180只賣2,900 目前在洋五拍賣 在PCNO以及一些改裝車廠都有做翻售 我們過去一年銷售以來 都是足跡成長的 尤其在今年Q1到多度 還呈現了50%的成長 我們賣給誰呢 賣給台灣的後裝市場 賣給英國的後裝市場 那現在目前我們正在洽談 有美國T1的車廠 以及美國、歐洲以及中東的一些後裝市場 我們的規矩是什麼 希望讓行車更安全、行車更安全 倒車攝影機 只是我們現在第一個產品 我們後面還有其他影像方面的另一個產品 所以如果各位產業先進 跟我們公司有興趣的話 歡迎會後給我們做一個遊戲 我曾經在台灣一家 連收將近四兆個公司 工作了十幾年 但我負責管理的事業單位 有將近四百位研發工程師 每年產生的營業額 超過台幣150億元 在這段工作期間 每個月追逐基於績效 與財務爆料的同時 其實我也會擔心 我自己以及同年的健康狀況 我想想會不會哪一天那麼不巧 就同仁在實驗室發生過擾的現象 目前關於防治過擾這件事 並有一個很簡便的方法 可以隨時量測使用者的身體狀況 並且能夠提早發出解決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團隊在去年就推出了一個產品 這是一個健康手段 它有一個獨特的功能 它可以量測使用者的身體 以及心理狀況 然後回答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你累了嗎? 如果我們這時候還能告訴你累了 請不要去喝蠻牛 請放下你的工作去休息 這款產品去年5月在美國Kickstarter上面募資 只花了12天就達到了10萬美金的目標 從9月上市到現在 它的全球銷售量有將近1萬台 對於一個售價在台幣5,880元的新產品來說 這算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但是跟我們想要造福廣大爆肝上班族的理想相比 我們顯然還有很大能力的空間 從消費者給我們的回饋 我們發現 有些人他可能是因為運動量大 就是在完全沒有感覺的情況下 就可以完成24小時全天候的檢測 那針對這樣子的需求 我們團隊開發出了一款新的產品 我們把它叫做Rooty Biometric Smartway 因為穿衣服總是最自然的事情 你知道嗎 這款產品它是用不鏽鋼金屬纖維 跟一般的布料混綁的成 所以它穿起來和運動衣或是內衣 它的出感是一樣的 你可以直接丟到洗衣機裡面水洗 所以使用者完全不需要改變任何習慣就可以使用 那金屬性是很後方的 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曲線呢 就是我身上機是我的心電訊號 這個我們的心下機放104 你曉得我現在在機嗎 那重要的是我現在可以跑 我可以跳 這個訊號我完全不還在 那麼從這個訊號裡面 我們再去法案做一些特殊的訊號處理以後 就可以得到一些參數來提供給使用者 謝謝 很可能會發生那個問題就是 睡眠呼吸終止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 使用者如果完成了一整天的監測以後 我們會發給使用者專注的個人分析報告 希望使用者他可以更了解他自己 然後改善他自己的生活型 還有一個更健康的生活 這是我們的目標 那報告到這邊 各位聽眾 你累了嗎 還是還沒有累 讓Rudy Smartware來告訴你 謝謝 謝謝 我自己去完創業第一個 沒有薪水餅 第二個要淘錢 第三個公司超長 所以 App Wars才是正正最血泰的工廠 可是可是我是覺得 就是 我比較佩服這個 不過我懂一點就是我們 比如說我們 在服務你們 對你們算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供應鏈 所以我們在服務你們是很低聲下氣的 可是以前郭董哥還可以叫 供應鏈去發展 這個也是我需要調適的地方 因為我以前是叫供應鏈來發展 下次我要請大家來支持 新創企業來做一些事 那我自己本身在幾年前 有想要找房子 自己本身是一個想要買房子的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去做研究 但那時候就很痛苦的一件事是說 為什麼沒有一個服務 是從買家的角度 來整合這些資訊 讓我可以在買房子的過程中 不會那麼的覺得說 我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什麼東西都找不到 因此我就想出來 創辦這個房地資訊證 那在開始之前 我想先也都會看一個數字 根據內證物實價更入的資料 我們統計出來 在2013年全年房屋買賣 房屋類買賣的成交金額 高達了三兆 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市場 台灣人很喜歡買房子 那換算下來 平均全台灣 全台灣每一筆成交的金額 平均是一千萬元 是非常多人可能一輩子 就是賺著這一棟房子 那更不用說天龍谷 我們台北市 每一筆成交平均高達兩千四百萬 在這麼大的金額裡面 在這種對一個人 人生那麼多影響的買賣裡面 其實會不會是住在附近 那你很難知道說 這附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環境 鄰居好不好 隔壁看起來像是一個很祥和的小吃店 會不會晚上就有人聚在那邊唱歌 那隔壁會不會有廟裡常常在辦活動 所以這些東西現在的方法只能透過 我那時候是騎著摩托車到處到 就是到了半年 就是去每個地方實際採訪 才能了解它說當地大概是怎麼樣子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是不是能透過一個方式去把它整理起來 那我們研究了一下 我們買房子除了物件本身之外 對於環境的需求大概有三點 第一個就是行情 最重要的 我現在看了這個房子 我住在這邊之後 如果我今天半夜肚子餓 我是不是買了藥吃的 隔壁有沒有郵局有沒有藥房 有沒有7-11 這是大家最重視的 第二重視的 第三 大家會想知道我住在這裡安不安全 這個環境好不好 會不會有怪味道 隔壁看起來沒什麼很乾淨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資源回收廠 那我會飄來一陣陣的臭味 或者是樓下養的鄰居的狗 每天晚上都在叫 那這方面我 點了信息去之後 房地資訊站就會秀一張地圖給你看 上面有各式各樣的資訊 那你可以很快速的瀏覽這個地圖 到處點 那在我們地圖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會畫出一個 你步行10分鐘可以走到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很快透過地圖分享出 如果我今天步行可以到的距離的點 大概有哪些 那我們在這上面我們還呈現了一些 比如說之前有發生一些意外 就是因為順向波的關係 但是它的水準保持沒有做好 所以發生了一些災難 那台北市其實有很多地方順向波的 尤其是在偏西銀區南部的地方 或者是在南港的一帶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在這方面是專家 另外我自己本身 我之前是負責Google台灣地圖的計畫主持人 推出了台灣還有東南亞各國的Google地圖 那做Google地圖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工作就在於資料的整理跟分析 所以我們的團隊在資料整理分析跟視覺化 有非常多的經驗 我們滿開心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舞台 把我們的技術應用在處理房屋資訊相關 因為已經在全世界累積了超過一千萬次的下來量 那我們不只有很大的下來量 我們每個月還有超過一百三十五萬的活躍使用者 那這些忠實的使用者 已經累積了超過一千萬里的使用紀錄 這些大量的使用資料為什麼重要 因為掃條碼是個需要使用者 花點力氣打開來才能完成的動作 如果看見的東西不夠性 很難這樣做完成這個動作 那所以呢 我們不但累積了大量的農馬掃條碼紀錄 更棒的是 我們在每個月新增加的幾百萬筆資料裡面呢 有超過兩百四十萬都是大量的東西 那麼我們綜合了使用者 它主動的掃條碼紀錄 和在使用的時候 同步流程的人事實地錄 像什麼地方 什麼時間 多少次等等 歸納出了許多使用者的特性 產品的關聯 和習慣的規則 那這些呢 都幫助我們 能夠更了解更清楚的 看見我們的使用者在享受 那他們會對什麼反應 譬如說 我們有些使用者呢 常常在 我們剛剛把新產品加到資料庫 就發現 他們已經有來掃瞄這些 這些條碼的紀錄 那這些人呢 必然呢 就是喜歡常見又好奇的人 那麼如果有新產品 這些東西要上去 這些人 一定是被通知的不二人選 我們的案子 不可免俗的也有通過 那大家都知道 有興趣的廣告是資訊 沒興趣的廣告是雜訊 所以我們就研究了一下 到底是哪些廣告出現在 我的案子裡面 又是哪些人在看 結果我們發現的是呢 什麼樣的廣告分別 沒有什麼人在看 這個點擊率呢 就差不多是業界的平均值 大概是0.5%左右 我們想要做點事情來改變這些選擇 我們想要讓廣告呢 能夠變成使用者感興趣的資訊 能夠創造一個三營的局面 也就是讓廣告主的廣告呢 能夠提升效益 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使用者 愛用我們的工具 而使用者 他看到的廣告呢 都是他想要的資訊 那麼我們做了一些 把這個廣告 投放給在我們記錄裡面 買過Drigors 或者是說查詢過同類商品使用者 那麼一個禮拜下來呢 這個廣告的CTR是45% 那麼接著 我們又讓了另外一個 統一麵包的抽獎格鬥 我們把這個廣告呢 發給在這個模特兒裡面 喜歡麵包類商品 或者是說 有喜歡參加抽獎活動特性的使用者 這個廣告的CTR是53% 那另外 我們也在我們的實驗圈子裡 是不是有這本書的電子版 如果有的話 幫他帶出購買貼面 這個就是Conversion Rate 是25% 那麼幾個實際的測試下來呢 我們發現我們的模特兒是確實有效的 用這個還在快速成長中的資料 不規納出來的規則 來投放廣告 讓我們的CTR 變成了業界平均值的90倍 那麼Conversion Rate呢 也是我們自己沒有用這個規則 去投放之前的80倍 那我們都對這個結果 我們覺得很興奮 我們也希望能夠用這個模特兒 來跟更多的同業合作 讓更多的廣告 變成使用者想要的資訊 所以 我們在找了個體驗 是的 我們在找了我們的